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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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一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玄金先生在画轴上用印 现在我们的画轴上已经有了莲花山 太行山 黄山 茅山和普陀山的印 我们再把吴一山的这个印盖上去 今天的陪同嘉宾同时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印象大红袍 演出的有限公司总公司的经理郑斌 还有吴一山云和漂流旅游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吴王 以及我们今天的两位讲棋的嘉宾 好 我们这个开启仪式就到这里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精彩的比赛讲解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两位讲棋嘉宾 观众朋友 棋民朋友 大家好 我是郭丽萍 今天特别高兴来到了我们武一山下 跟广大的棋友一起来欣赏2013南西江碑 决战名山全国象棋冠军挑战赛的比赛 那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我们福建的特技大师郑一红 我们今天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郑一红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象棋名所昏卑士 赵勋星特技大师和喜云川特技大师 那这两位棋手真是可谓鼎鼎大名 那今天两位棋手的第一盘对局 会在我们的云和漂流 也就是我们美丽的重阳西上进行第一盘的比赛 那我们一起到前方去看一看美丽的景致 这是两位棋手需要穿着救生衣 这也是我们本次比赛的一个特色 那好像我们的象棋骑手还第一次是在漂流在江这个溪上面下棋 对因为今天的天气也比较那个早上 舒适 对比较舒适 所以还是比较舒服的 那我们看到第一局棋呢是赵勋星直红棋先走 我们刚才也从前方传来的消息呢就是两位棋手呢在猜先的过程当中呢 许云川猜到了大号 但是他首局呢选择了后走 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前方拍摄的场景 那不光有棋手漂流的这个竹筏 也有旁边的一个工作筏在随时跟着他们把最好的画面拍回来 对对从各个角度最好的角度来拍摄 这个美丽的云河漂流呢也是我们五一山景区 去年才推出的这么一条新的漂流路线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五一山以前有一个九曲溪的这么一个漂流 会路过很多美丽的景致那今天的漂流呢也会经过我们的主峰 大王峰 大王峰 那也是我们现在讲棋的背后的这么一个主峰 对对对 其中也会经过那个九曲溪的话会经过一米峰 非常非常的美丽 这两位棋手呢其实在这两年的比赛当中呢交锋的次数并不是非常多 对2013年的话他们两个人是没有直接对接 那因为今年的比赛呢 这个星星呢没有打全国象棋的甲级脸赛 那也不知道他们过几天会在个人赛当中会不会相遇 我觉得今天也是他们一个热身战 棋手呢对这一次决战名山的比赛呢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那也都是经过了精心的筹备 我们这次比赛呢也是有六战啊 刚才这个主持人可能也介绍过了 每一战都有两位特技大师也是我们的全国冠军棋棋手出战 我估计啊这两位棋手应该是也没有这样的人生经历吧 说在这个竹法上下这么重要的一场比赛 这个不知道他们在 不知道他们在下棋的时候呢是会被周边的美景所吸引 还是被眼前的棋局所征服哈 对对 confusing 因为从这盘棋来讲的话可以行穿的话 它选择后手 它应该是有一定的策略 它这陣棋的话可以选择平稳一点 它不用很主动去出击 如果说这盘假设说下盒的话 他下一盘盘就可以直线 所以说他在这盘上面的话 我想他个人的意图就是 不会太特别的去进取这盘 去调起波澜 调起波澜 其实我们这次比赛的赛制 是采用了两局制 就是说一盘先走一盘后走 这样比较公平 但是先后手是有讲究的 有选择大号的棋手来挑线 那一般起手呢 会第一盘选择后走 为什么呢 是因为如果他后走顶合了 或者说当然赢了最好了 赢了第二盘拿先手轻松很多 如果第一盘合了 第二盘拿先手也是轻松很多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想 如果第一盘输了 那我第二盘拿先手 我拼的机会 或者我主动选择 不觉得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大 对 所以第一盘起手往往愿意拿后走 尤其是这种两局制 如果说一局制 一局定胜负 那他们肯定会悬现了 多数选择新手 所以他这个棋手也是有策略的 他马八进七 正马护住 黑方正常也是 马八进七要跳起来 金星也是一个非常骑的 非常机敏的棋手 特别善于捕捉棋盘上的这种信息 对 那这盘棋下到这儿呢 他红方不像 飞起来 正常的 我们这个 上棋有一个很重要的 刚才我说到了 就是你的布局要协调 对 你看这个马呢 他一般是走外马 他不能走内马 走内马的话 这兵一冲 那这个马跟这个炮呢 他就不协调 对 所以他这个棋肯定是要走外马 他为什么走这儿 刚才一红说的特别好 就是你一冲 这个马受攻 你冲过来打马 你跳出来 人家冰过去了 很麻烦 另外一个呢 你没发现这个马呀 很难过 很局促 为什么要局促呢 就是人家的冰挺起来之后 你这马就永远都跳不出来 对 很难跳出来 但人家的马是随时可以跳出来的 对对对 那么毕时就须 我们很多时候会选择 毕气锋芒 对对对 跳倒边上来 这个阵型就很舒服了 对 那实战当中 他马二进一 红方 G一进一 黑方 G九平八 G九平八 一桌 这个棋的话呢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般 我个人下的话 我不出局 不喜欢出局 不喜欢出局 那么现在实战当中 云川下的是G九平八 跳起来 黑方 黑方的两个G更快一点 你看 对 对 黑方的两个G 这其实有选择了 Power平三跟Power平四是有选择的 是两个变化 两个变化 那一般我们现在的 先一起手 一般都走Power平四会多一点 那以往的话 因为Power平三的作用呢 其实如果能够把G顺利出来的话 Power平三其实更有针对性 因为他瞄着这个马 比如说你出G 然后把我摁过去的时候 我待会可以去冰里吃完之后 抓这个POW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POW在这个地方的话 对这个马的VC能力 肯定比Power平四的VC能力要大 要大 对 但是问题是你走Power平三的话 他可以走马七进八 哦 那这样子的话 G照样封住 他不怕你打 打完他不是出来之后 他可以G1平四从这边一条出路 G9平六从这边一条出路 哦 就是说你 红方经过这个变化 虽然气掉了中兵 但是两个G 守到了两个泪道 对对对 也是很活跃的 那如果你是Power平四的话呢 他一般就不能走这个了 因为走这个的话 我可以走这个来打 你打 他就把这个位置给打出来了 对 他这个时候 你马一跳开的话 他待会去G 人家G出来了 GG了 这个就是一个手段 技术手段 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家来看 有人旗友就会问 那你这一打 你不是丢了一个足吗 但是在布局阶段 子力的通畅 子力的 尤其是大子 我们所说的大子 就是居马炮 你大子的威力巨大 比你一兵一足的损失 就显得更重要 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象棋当中的取舍 就是你要舍小就大 那么你哪一条重要 你就要顾忌哪一方 所以你这个时候的弃足 其实是为了 你G的畅通 那么这个是 黑方是愿意接受的 对对对 所以呢 那在实战当中 黑方选择了 帕尔平四 那么 那我想赵欣欣也很清楚 你有 我一旦跳马 你有这样的手段 他就没有走 他现在走了 G一平六 先手一桌 只有不是了 当然如果出击来对的话 是不合算的 出击对是不合算的 如果说 我吃你的泡 你也吃我的泡 对对对 这样子是不合算的 有的棋友 尤其是拿黑棋的时候 想求和 想求和怎么办呢 就说 换子就和了 因为象棋就这么几个子 你都换光了就和了 他喜欢这样 想说你吃我一个 我也吃你一个 咱们子都吃光了 不就和了吗 但是呢 有一个小的细节 大家要注意 就是你在换的过程当中呢 你的得失 你要权衡 你不能因为 为了换子而换子 而落了很多后手 其实他们所谓的换子的话呢 是一个换意上的换子 这个换子的话 其实可以这么理解 棋盘上的每一个棋子的价值 没有完全一样的 虽然你是泡 我也是泡 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位置不一样 所以可以这么理解说 棋盘上的 G跟G也不 价值也不一样 没有一个是完全等于的 一红这个理念 我觉得就是特别新 也特别对 就是说象棋的棋子 我前几天见到 这个胡荣华老师的时候 胡老师也说 说我们有时候也困惑 说教小孩下棋的时候 尤其小朋友下棋的时候 你很难一下子教会他 说子的价值是变化的 对 是变化的 因为象棋的棋子 你刚才英雄说的特别好 就是说我举个例子 马在这儿的位置的价值 和你马在这个位置的价值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看到吗 就是越活越的位置 或者说攻击力越强的位置 它价值就越高 对 所以棋子和棋子 就是你说这个鞠和这个鞠 那是没法比的 它是不能比的 不能比的 它这个价值就比它小很多 别看就是你都是鞠 你都是炮 都是马 它就是这样 越活越的 大家记住 我这两个判断标准 越活越的棋子 就是它的通路 越四通八达的棋子 离降帅攻击力越强的棋子 就是离降帅越近的棋子 它的价值就越高 所以上棋在下的过程当中 它的这种主观目的性 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有时候就通过对子的话 用我一个比较位置不好的炮 给你换一个炮 或不好的马 给你换一个马 其实这样子我就抢得先手了 还有一个呢 也顺便跟大家交代一个小道理 我小的时候下棋的时候 特别喜欢下一个什么办法呢 就是这样 为了跟人家换子 我这个居先不看了 马跳一步 又跳一步 又跳一步 上去把马换了 或者把炮换了 当时心里很得意 也觉得换子了 其实就是刚才讲的 我们先不说部署上的亏损 就是从价值上 你就亏损了很多 对 这个马和这个马 是不能比的 是不可以比的 起码在现阶段来说 这个马的价值 肯定要比它高 对 所以这盘棋 一红也是跟大家 有一个新的理念 介绍给大家 然后 然后鸡 不是鸡9平8 鸡9平8 先出鸡 这个也要出来 还牵住 然后补个室 它现在倒棋盒 倒棋盒 对 这个棋的话呢 红棋呢 不能急于把这个炮扔过去 比如说我先走这个会怎么样 待会呢 它这边有个抓的起 有个抓的起 那这一抓的话呢 这一抓的话 你待会跑的话 一会儿就是说 当然现阶段是没事 但是你跑完之后的话 一会儿这边会有压力 比如说它马出来 踩冰等等 那你如果炮你不过去的话 是不怕它压着你的 那这里我甚至呢 对鸡 就直接对鸡 你不能吃 吃完之后 我对完之后马一跑 或者鸡就困死在这里 那我们来看 比如说我这个炮在这 比如说这样的棋 这样的棋 比如说我如果 我补了一个室 假如说我们来补一个室 你来一抓 那我可以考虑对鸡 对个鸡 因为你如果吃炮 我一吃一跳马 那个鸡就打死了 就要限鸡 对对对对 弃子限鸡 所以这个顺序的话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不 直接要炮了 要先补个室 做棋的 然后待会儿你来抓的时候 比如说我炮已经过去的时候 我就可以收了 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没办法说了 其实我们下面做了好多 我们象棋爱好者 我在这也跟大家提一个小问题 就是我们都知道 就是象棋的这个鞠马炮 鞠马炮 我们都大家习惯这么叫 你们知道这个鞠 还在什么地方说叫鞠吗 跟大家稍微提一个小问题 我有一天也很巧 有一个老师跟我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还特意查了一下 鞠啊 在这个这个音 这个发鞠的这个音 是在古汉语当中 是从汉代就开始有的音 那个时候我们就管这个 管这个车叫鞠了 所以呢也有传说说象棋是从汉代开始 就有了象棋的雏形 一直流传至今的 当然也有一种很著名的说法 就是象棋呢是刘邦项羽 这个打仗的时候 有这个有发明的 包括楚河汉戒 大家都认为是刘邦项羽 当时这个这个战争的时候 留下的这么一个证据佐证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鞠这个音我们既然沿用到金 可见象棋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 那定型的话 我们现在的那个理论上来讲 都是说北宋 因为到北宋的时候才发明火药 对 火药 所以我们炮的话呢 才是火之旁 才有了火之奔的炮 对对 以前是石字旁 石头的石 石字旁的 那现在就是因为有火炮之后 其实象棋的传说很多 很多 不管是谁发明的象棋也好 这个象棋到底是怎么来的也好 那它也是我们沉淀了这个 过千年的这么一种 智力游戏 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它发展的过程当中 包含了我们很多社会的文化特征 对 那现在下到这儿呢 一出居 它走了一个居六近四到齐合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位置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你看同样提居 它没有放在这儿 看到吗 这是一个很细节这样的东西 因为在这里有个不好 待会呢 它如果巡核居完之后 它有个码 七斤六就是一脚 那你呢 如果蓝的话 它可以打你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不如这个位置的 一鸿刚才跟大家分析的是一种战术手段 就是说我走到这儿 以后人家身居 马踩 平去顶 有平炮打 对对对 但是我们如果有的时候 你计算没有那么清楚的时候 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辨别方法 这个旗一看你就要走这儿 为什么 我不需要后面的招来算 简单的讲 走这儿 它的左右的通路 比走这儿少 对 你们看到吗 对对 就是你同样是走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四个点 这个位置更直接 更直观 对 控制的范围更大 更大 对 而且它第一控制马 第二控制鞠 没错 把它的路都给打 没错没错 你有的时候就是 经过这个简单的快骑的时候 你有时候不需要那么多手段 那么你就直接去 挑那种更宽阔的地方走就行了 对对对 那么现在它走了一个倒气盒 想起敬酒 杀兵呢 对 那这个时候呢 红方 补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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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 刚才说的 炮弱扔过其他会抓 那他先补一手 对 那这个时候 其实黑方也很无奈了 你看这个棋局啊 这个马不能动 两个炮不能动 这个马也出不来 基本上是这样的 因为出来之后的话 如果你一出来的话 这个炮一封 你的中足失手了 对 那好 我们来看 这个棋 他G8平6 然后这个就是回到刚才我刚才说了 一般我是不走G9平8再走G8平6这样一手 这样可以有 那样的话 如果还原到一红前面说的 可能这个马八经九就没跳 就没跳 马二经一就没跳 所以主要是原因是说 如果你是照样这样走的话 你呢 你比如说他不不是 他把炮扔进来的话 我随时一抓 你还得往边上跳 对这是你的权利 这是我的权利 但是呢 比如说他照样这样子走的话 我就直接从这边拉出来了 对 对 整个这样一走 然后跳马 然后不是不像 还得再走 再走 好像看起来这个地方有浪费的嫌疑 对对对 但是也不完全这么说 因为他马的位置 不一样了 不一样 变化还是很微妙的 对对对 那现在红方 兵一经一冲起来 对 这个棋兵一经一冲 也是慢慢地活动自己的子 那黑方呢 几条线都没有 这个G啊 也是没位置 他有这有打 所以他现在下G2经6 伸进来 他要这个时候 他要伸进来 他如果再不伸进来的话 他压过去 对 他压过去 红方就占便宜了 红方的这个局部空间就更大了 平套对居 那这个棋很自然 不能不能压 压炮就退一 压这个太危险了 G以后被打死了 你看这个只能对掉 吃掉 他马退掉 这个时候呢 黑方又对 对 因为这个时候呢 很多很多那个 骑友会选择打 但是如果打完之后 他会冲这个 对 那个马太尴尬了 这个马有点尴尬 然后呢 你不像的话 如果不像 这个马又有点难受 因为脱根了 看到吗 那如果你是跳这样子的话 一会儿呢 我可以这样一吃 冲掉 再一踩 再一踩 你这马没地方去 去完之后 像没了 对 那如果你这时候 选择对居的话 那我这一回 回去一桌 是先手 那这边 你不能跑 跑一冲 你怎么办 一打 G又被打死了 然后你如果 再坚持的话 那我就继续 继续 逼着你退 那你什么时候退 我都可以冲过去 对对对 这个其实就 是一连串的战术手段 对对对 很精彩 这个地方 那实战 所以他也是不敢来打 这个中心兵 不敢打 这个不敢打 所以他直接先居六斤 速一队 对对 红防很稳 你对掉了 人家马跳出来 你没先手 对掉基本上合棋 估计是要一盘合棋 欣欣在 球变 球变 还得球变 平局桌 平局桌的一个重要意义 是马七斤六 就把位置 位置腾出来 这个用了 我们有一个战术 叫腾螺 腾螺就是把自己的子力 原本有堵塞的一个 就是你这个地方 现在用狙站着呢 我狙腾开 对对对 通过一些手段 然后把那位置让出来 为后面的子力的一个发展 留下空间 这是我们象棋战术 里面的一个腾螺 他现在马七斤六了 终于腾出来了 看看他 可不可以运马如龙 跳出来 现在 打出去 是个先手 打你中兵 你跳出来了吗 如果不打的话 黑棋待会可以把这个挺起来 那黑棋就没毛病了 全盘都活了 对对 没毛病了 那么 这个时候 你对这个好像也不行 因为这里面有进居一桌 是吧 对 进居桌的话 这棋 对 它可以进居桌 可能有进居桌 踩了 踩了 换完之后 冰过了 对 多过一个冰 对对对对对 那你如果不冲呢 你又不肯回去饱 所以他现在下这个 回去一顿 跑退 马一退三的话呢 是 形成下了一个这个 对 是 G2 G2退1的一个后续 后续 如果没有马一退三的话 就不能再走G2退1了 对 因为你这个位置让出来 待会冲兵啊 危险你这个马 对 这个G是保护这个马的 对 那他因为现在的话呢 把这个位置让出来 让出来的话呢 是因为 他这个马回去之后 他这个马可以跟这个马 形成一个连接 就是以后这个马 可以马三进四连环出来 可以 还可以马六退四 对 那现在马一退三之后 红方不理 挺兵 挺兵 嗯 马三进四 一打 这就变成连环马了 对 G 让开有点亏吧 他不可能让 嗯 他不可能让 那这个时候 炮九平六 这有一队 是个好手 因为你如果让的话 这棋我们可以摆一下 让的话呢 就是说这棋 是不是会有 可以选择这样子 就直接踩了 嗯 你 踩掉 你肯定要踩不踩 我踩你呢 对 你踩完我之后 我扔一将 那你退四 要弃子了 看到吗 我再吃一将 啊 这好厉害 然后我兵无尽一 对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你G呢 是在臀边 你的G呢 没有什么危险 关键是 你少了一个知识之后 这个中族的威力太大了 对 中族的威力太大了 这个过来 然后随时 他可以把你试下载了 对 太危险了 所以你这个地方也只能选择对炮 那么这个时候对炮 打掉 打掉 吃的 这些都是关锁 这个就没有什么好看的了 这个 换掉 这也只能换掉了 要不然白丢一个中兵吧 那对 不能一般我们不会选择马七进五 马七进五 这个其实一般是吃这个 马七进五呢 他一将 对 再一将 等于先手把这个兵吃回来 马再捅回去 对对 然后他主要是边边挺 一会儿他可以拉开 以后还有平边炮 对 所以他选择 这样交换 他吃一个马 他吃一个炮 但是他这个地方可能以后有冲 但有冲他也不怕 他对 他可以抓 反捉 都可以反捉 没冲 这个时候呢 对 这个是打通了 然后最主要是 他打通完之后 他下一步就可以这样踢 所以从某一定意义上来讲 他吃冰的话 先得物质 然后第二个的是控制他马路 直接就可以踢出去了 嗯 黑奇要来协助了 没错 没错 他现在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有点作为 所以下得比较积极 你不协助的话 这一踢待会儿马没地方跑 那如果现在你踢出来的话 就直接杀过来了 看住了 对 然后马七进六 他马七进六出这个 马七进六的意义就是 我下一步还是这样子 还是进 然后我还往里跳 现在是吃炮吃相 然后吃下下还是这样踢你 把兵看住了 那你这个马没地方了 你这个地方都不是个点 太局促了 太局促了 这个地方都不是个好点 但是你马一进二 以后马二进三再踢边下 还有点小威胁的 对对对对 那所以黑方眼下得很激紧 就逃开了 看 跑他主要是这边空 空他可以下一步就直接踢了 对对对 踢了这个棋很厉害的 很危险的 你看啊 别觉着好像平平稳稳的 都是一个狙马炮 一个狙双马 其实这个马要一登到 这个地方很危险 很难受的 虚的这边虚的 你回市 他一挂姜杀棋 你不回市底下 一打姜 现在这个地方就透了 你也不能出将 出将将死了快 对对对 快将死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杀棋 所以他是暗藏了一个 很平稳吧 大家会不会觉得 这棋很平稳 也没有子和子的接触 也没有将军 什么都没有 降位也很稳 视像都补着 但这个棋其实很危险 暗藏玄机 为什么说高手过招的时候 有意思 他就很不经意的滑一下 看你这张看得出来 看不出来 那既然我们现在拆出来了 那看看大家有没有解招 他这回马一登 怎么办呢 要登你的这个 那可能要退市了 先手 先手 对对 要先手 先手 防患于未然 他要有一个功不忘手的一个过程 没错没错 那他现在还是吃掉了 那这个吃掉 跟刚才你试没回来 差多了 差多了 我就补了 那横方再补 是四进五 那只能抓 这个棋只能抓了 要不然丢居了嘛 是吗 交换 嗯 提均去 那这个棋其实下来这儿呢 应该就没什么 太多的作为空间了 因为 简化了 简化了 你现在也没有什么攻击的弱点了 整个盘面没有弱点了 主要是 主要是现在是什么 他登里泡 登发得下 他平泡的话 他对这个 你呢 这个还是整个都不能跑 你还得再这样子跟他换 那这样换的话呢 其实不合算 你看你这样跑 然后换完之后的话 他居占兵航线 对 这样所以 那红方会多兵 会形成多兵 对对对 主要是他 最主要是 红旗有这么一回 要不然花仓灯一将啊 或者压向眼都有公式 黑方还有作为 但是他一回 关键是这个很巧 这个很巧 对对对对 那所以下到这儿呢 这个徐兵船也看 这个旗在纠缠下去 也意义不大 他就选择了一个简化局面 对 那只能对了 不能跑 对 跑完之后 马没了 对 他就选择吃掉 吃掉 那再下了一步 马一进二 马一进二 这个也对 马四进五 就下到这儿呢 双方也是同一座和 那这盘旗呢 看起来波澜不惊 好像我们飘在筏子上一样 没有大风大浪 但是还是暗流涌动 对对 暗流涌动 其实已经是有 已经是下了 很在较劲的 对对对 很紧张 那好 这盘旗呢 为大家讲到这儿